大家好,我是余菲,又來到快評的時間 今集講以色列是因為已經持續了12個星期的示威抗議 沒有停下來的跡象,而且有惡化的趨勢 而且惡化到撕裂的那種地步 其實由現在開始,很值得留意以色列的變化 我在3月20日介紹了近3個月的示威 是因為內塔利亞湖政府想改革司法系統 目的是收回大部分司法監督權,讓國會獨大 沒有人可以干擾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做法 以色列這場抗爭現在情況如何呢?以下說說 似乎是浮現了一兩個很空險的危機 以下是我結合多方信息的綜合報導 過去幾天以色列社會非常動盪 情況很嚴峻 市民情緒被刺激是因為3月25日星期六 國防部長加蘭特反對司法改革 他是內塔利亞湖政府自己團隊內第一個倒戈的重要官員 國防部長加蘭特他的倒戈之所以非常重要 是因為他是內塔利亞湖所屬的利庫德集團一個資深成員 而3月26日星期日,內塔利亞湖炒了這個反對改革的國防部長 這個做法引起很大的反彈 當日的夜晚即26日晚,再多3個政府內部核心官員倒戈 他們是文化部、經濟部和僑民部的部長 同一晚,60多萬人上街抗議 以色列的人口只不過是900多萬 上街人數的比例可想而知 26日當晚以及最近 以色列的示威已經演變為暴動 街頭出現各種打閘 甚至有人放火燒一條公路 軍警和特種部隊和群眾發生衝突 政府要出動高壓水漿去驅散人群 也逮捕、毆打示威者 場面比得上當年穆克蘭的顏色革命 我現在只是簡單交代那幾天的情況 但聽眾應該都感受到26日當晚的情況有多嚴峻 發展到27日星期一 不僅是示威 當地醫院、大學以及最大的工會都宣佈罷工 受罷工影響,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國際機場 也被迫取消航班 美國方面都對內塔利亞胡提出勸告 而內塔利亞胡的兒子就在社交媒體社民 指責美國試圖用顏色革命去顛覆以色列 即是他連美國也罵了 內塔利亞胡28日表示他會在電視發表說話 本來是日間說的,但推遲到晚上才發表 當晚他說的話,不少新聞媒體的標題是說他鬆了口 但是不是真的鬆了口呢?其實不算是 內塔利亞胡不是說取消改革 他在電視發言只是說暫緩 是推延到4月 等國會在如月節假期之後 消灰復處理這件事 有些報導強調暫緩這一點 但暫緩並不是表示他會取消司法改革 起碼做節目的這一刻,他未收回成命 但事態發展得很快 當然我們會以最新的情況為準 為何我強調暫緩不是收回成命呢? 因為反對改革的人,自由派和左派向他施壓 但極右的人都向他施壓 因此他當晚講暫緩的同時 在電視講話中也表示 我們有能力以絕對多數通過司法改革的立法 絕對不會被示威迫得不出聲 很明顯,拖延是因為他想爭取時間 去協調各方的力量 而另一個影響很深遠的發展 是內塔利亞胡答應極右分子猶太力量黨的黨魁 伊塔馬·本格維爾 有些也做班吉維爾 他是現任的國家安全部長 內塔利亞胡批准由他籌建國民警衛隊 國民警衛隊是近似窩蘭亞束營的那種編制 是正規警察和軍人之外的隊伍 但由政府出糧 用回本格維爾的國防部長的角度 因為示威已經出現暴力 又有部分軍人表示不執勤 於是令極有分子有建立國民警衛隊的藉口 即是正規軍使不動 都有示威軍式的國民警衛隊可以出動 本格維爾認為 國家不可以向暴力和暴動低頭 而反對司法改革的左派 也說要建立公民警察 保護民眾的權利 走到這一步,雙方都搞半武裝力量 這樣情況就可以變得很空險 以色列未來的發展很值得關注 而不知道是不是出於轉移視線 3月30日凌晨 以色列又在空襲敘利亞首都大馬時格 又再造成人命傷亡 今集以下的時間 和大家跟進一件很重要的事 眾所周知,沙特國王立了比較年輕的新王柱之後 國策和外交變化很大 而年輕的王柱之所以可以掌權 是沙特國王改變了輕忠递及這種繼承方法 這件事的過程和當中的鬥爭 大家可以重聽我之前的節目 我會附個連結給大家 2. 由父傳子取代輕忠递及 在中東現在又多了一個國家這樣做 就是阿聯酋 當地時間3月29日 阿聯酋總統兼阿布札比酋長國酋長 穆罕默德、本澤耶德、阿勒納哈洋 就頒布法令 任命現在41歲的長子哈納德做王柱 即是意味著哈納德未來都是阿聯酋的總統 由沙特和阿聯酋的做法反映 大多數的海灣君主制國家 他們的繼承方法都有變 由輕忠递及改為父死子繼 已經成為當地的趨勢 我想石油國家 銳意要進行經濟轉型 又希望跟得上新時代的發展 他們知道 需要交班給年輕一點的人去做國王 好了 收結前再補多一條中東的信息 就是沙特在2022年去年 已經表示想加入金磚國集團 而去年的9月 沙特、埃及、卡塔爾 都被上合組織用簽署被忘錄的方式 正式確認這三個國家 是上合組織的對話夥伴地位 而在剛剛過去的3月 沙特內閣已經批准了加入上合組織這個決定 即說連它國內的程序都完成了 好了,聽眾朋友 今集主要是和大家跟進中東的局勢 一切都是發展中 當中又以以色列的發展最嚴峻 我會密切關注各種變化 適當時和大家回報情況 好了,今集快評先說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我是魚飛,時事觀察見,拜拜!